我们已经准备出发了 来接你 我按照定位来找你 不要这样 小刀你不要这样 来 起来 谢谢师傅 不要 你不要这样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来来 真的 我喝了真的没办法 快快 来 快起来 我喝了你别跑 这应该是我们工作 好 快起来 这个小段是这样的 公安这边就接到他的求助电话 说他已经身边没有钱 就坐在小旅馆里面 马上就被人家扫地出门了 他就面临着无家可归 居无定处的状态 他情绪有点激动 我对他进行安抚之后 他答应他一下午一点半 就去拍车接他 来 什么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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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大 坐后面好了 坐最后 往最后走 后面 大县 3月30号的时候 我们民政局就给我打电话 就跟我说 现在发现街面上无家可归者 自留的人比较多 让我们应收定收 应住定住 确实感觉工作压力比较大 我的手机就不停地在响 我们就在两辆车 我就带两辆车在整个民航区 再把这些人都收进来 第一天就收了36人 我们救助站实际上的 不仅是临时救助 还是要帮助他返乡 帮助他回归家庭 这是我们主要工作 这里人员情况是各有各不同的 有本市本区的 有本市外区的 有的大部分是外地的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那个区域防御指挥部 进行沟通 跟小区他们沟通 他们能够回家的 我们还是能够把它送回家 外省市的那这些就比较困难 他们买不到票 我是在网站上抢票抢不到 民警同志就是帮我们抢票 我们把名单信息全部梳理好之后 提交给这民警 有同住人啊 来 来 来 你放这里好啊 好 待会儿你整理 你们好好相处啊 好 好 好 接着 等会儿 走 这酒店是一共房间是72间 我们自己就站床位已经不够用了 所以决定就是在这中间一个酒店进行安置 我们提供三川食宿 说实话是最难过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这边人住满了 但是街面又有很多人进行求助 我无法帮助他们 确实心里很难过的 感觉好像自己私自一样 我们现在就在经历的巡查过程当中 发现很多大桥下面 就聚集了很多 露宿了很多 就是外卖小哥 那么我们发现这情况之后呢 要求他们进行救助 他们都不愿意 因为他们还要工作 但是他们困难就什么呢 没有食物 没有水 那我们把他们定期给他送点水和食物 就能够让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我就这样子 来 我们就不断 那给你放点东西 我给你放点东西 好 谢谢 来 别客气 好 非常感谢 这些是最困难的人群 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的话 他们也会很困难的 静默西那时候 整个城市都沉浸下来 连商铺什么都没有 他们在大街上 就算身边有钱 他也是买不到物品的 感觉那些是 很清楚说我们工作很有意义 能够为社会住宅住宪 这说实话 这是我们的工作 就是都顶性的 因为我们都是生命底线 所以我们这个工作也很重要 必须要真正负责 帮助兰显里我们的工作宅住宪 对我们的工作宅住宪 是什么事